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3年著作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这一讲开始 我们讲第25章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先看一下考询分析 本章内容比较重要 是因为它各种期间都有可能考核 客观题肯定可以考核 主要考核调整事项和非调整事项的区别 跟我们上一章第24章一样 它让你区分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 这道题几乎是每年必考的一个客观题 而这另外一个客观题几乎每年必会有学员碰见 就是调整事项和非调整事项的写定 另外还可能考核调整事项的账务处理原则 比如说我让你算一下 对流传收益的影响金额是多少 这是客观题 因为我说过它是一个壳 它也可以结合着前提他做更证所得税或有事项 比如说未决诉讼等内容 在我们主观题里边进行考核 近几年的平均分支大概是二分左右 一般是以客观题为主 但是它发痕是可以考主观题 甚至可以考核综合体 一定要掌握住 这一张教台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我就不再单说了 这一张的基本框架结构一共是三节内容 第一节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改述 比如说日后事项的定义 日后事项涵盖期间日后事项的内容 第二节调整事项的会计处理 处理原则和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 第三节是非调整事项的处理原则和具体会计处理方法 我不怕麻烦 我先给大家立个表 我们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分为两类 一类叫调整事项 一类叫非调整事项 调整事项什么规矩 既追溯调账也追溯调表 我无需在付出中单独对这件事进行额外的进行披露 因为我该做账的该调表的 我都已经做账的调表了 然后非调整事项 它既不追溯调账也不追溯调表 它仅仅是在报告年度的付出中进行相应的什么 披露 没了 没了 就这么多 但是我提示大家预访 您调整事项追溯调账时 资产负债表对应的资产类付债类所有者权益类科目是正常写的 而我们利润表对应的损益类科目 还是要先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最后转到利润分配 横杠未分配利润 这是为会计人员准备的 我高达上的柱头会计师 哪怕我往后碰见了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我也可以直接写损益类科目 是不是跟我们前边 第24章第5节前期重大差错的账户处理原则一模一样 对 能知道都可以了 说完了肯提以前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盖数 标题一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定义 什么叫资产负债表 是12月31日 不对 我们资产负债表日 本质上来说 它并非特指12月31日 比如说每个月的月末 每个季度季度 每半年的半年末 是不是都叫资产负债表日 对 但是我们讲课的时候 这一张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盖数 通常讲的都是年末 我没有说特指12月31日 假如说我给大家画个图 我现在要编2022年的报表 如果以一年来说 资产负债表日 就是2022年12月31日 能听明白吗 我们把2022年称之为是报告年度 称之为报告年度 那么将来所谓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肯定是2022年12月31日的次日 准确的说是从2023年1月1日开始 一直到什么时候 到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处日 我经常把它简称批报日 谁批准报处 领导层 比如说我是2023年的3月31日 批准报出 这个特殊的时间段 就是我们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我画阴影的这个段落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段落 很简单 你2023年3月31日 是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处日 您批准报处的是哪一年的报表 2022年 换个词 在画阴影的时间段范围内 你2022年的报表根本就没有报出 换句话说 如果我需要调整2022年的任何报表项目 我都可以直接调整 我来得及调整 所以我才研究这个画阴影的时间段 记住起点是资产负债表日的次日 终点是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处日 这才是我日后事项研究的区间段 这个区间段内发生的所有有利不利事项 也就是可能是好事 可能是坏事 但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发生的所有事项 我都要研究 不是 一定 首先我可以肯定是什么 大事 如果你是画阴影的时间段 您丢了一分钱 您给谁说 他也不能犯大事 所以我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要研究的事项 不是所有的事情 一定得是重大的事情 往下说 我们先说这画阴影时间段的起点 准确的说 这个起点是不是应该资产负债表日的次日 没问题吧 我们先研究一下资产负债表日 这个资产负债表日 还是这句话 并非特指12月31日 它可以是会计年度末 也是可以是会计中期期末 比如说 我可以是年度资产负债表日 就指的是每年12月31日 也可以是中期资产负债表日 比如说每月末 每季末 每半年末 都可以叫资产负债表日 但是我们高端上是注册会计师 我们出题 一般都是以年度为标准来出题 所以通常指的是每一年的12月31日 在这再提一下 中期实际在第一章 我们就曾经提过中期 在第二十三章 我们还提过中期 反正的会计年度的报告期间 叫半年度 季度或者月度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中期 这是起点 准确说话 营养的时间段的起点 是资产负债表日的四日 重点是什么 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日 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日 可以是区分不同情况 比如说设置董事会的公司制企业 董事会批准财务报告报出的日期 还有我们所说的其他企业 比如说经理啊 厂长会议会 类似机构 批准财务报告报出的日期 听好了 你是先批准报出 如果性子机当天 真的就实际报出了 如果我是慢性子 是先批准报出 过两年 我再实际报出 我的终点是批报日 而不是实际报出的日期 说清楚了吧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个话阴影的时间段 发生的事件 可能是好事 对我企业是有利事项 可能是坏事 是不利事项 但是我一定要强调 你对我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 具有一定的影响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事 太小的事 哪怕发生在话阴影的时间段 我也不再进行 唾异的强调 这是第一个标题 标题二 资坦福代表 日后事项涵盖的什么期间 先说个基本原则 如果我现在要编 2022年的报表 2022年 我们称之为是 报告什么年度 那么将来是从 2023年的1月1日 到2023年的3月31日 比如说 3月31日是财务报告的 批准报出日 这是我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所以他说 日后事项涵盖期间 是自资坦福代表日的次日期 至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日 指的一段时间 这就是涵盖期间 往下说 通常来说 我批准报出 只会有一次 叫首次批准报出 就是从报告期间的 下一个期间的第一天 这是董事委会 类似机构 批准财务报告 对外公布的日期 就是我们所说的批报日 这就是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我研究的就是 划阴影的这一段时间 但是您忘了一件事 我说过 比如说我3月31日是批报日 我实际报出的日期是2023年 比如说4月5日 怎么那么巧 就是领导已经批准了 但是就没有实际报出 比如说4月2日发生一些事 我2022年的报表报出了吗 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发生了 需要我改2022年报表的事 我能袖手盘官吗 我能说领导已经批准报出 这报表我不改 不能 我可能财务报告批准报出以后 也就是3月31日 到实际报出4月5日之间 我又发生了 跟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有关的事项 而且我断定 由此影响我财务报告对外公布日期的 那是不是我要改报表 对 你改完报表领导 是不是还得再次批准报出 对 那此时我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就比原来广 起点还是资产负债表日的次日 终点是董事会和类似机构 再次批准财务报告对外公布的日期 作为截止日期 没了 没了 就这么多内容 能听懂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看这道题 他说某上市公司2015年的年度财务报告 于2016年2月2日编制完头 画个图 2015年 我是编这一年的报表 我们把它叫做报告年度 他说 诸董事会批准是完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并签署审计报告的日期是2016年4月17日 2016年4月17日签署报告 这一天是你划移民的时间段的终点吗 不是 董事会批准财务报告对外公布的日期 他规定也是2016年4月17日 这一时看你这一句话 我才能知道 我日后实际上涵盖期间的终点 就是2016年4月17日 应该从资产负债表日的次日 2016年1月1日 到2016年4月17日 是日后实际上的涵盖期间 你后边财务报告实际 就在公布的日期是什么 2016年4月23日 古农大会召改日期 2016年5月10 跟我没关系 我的终点是批报日 所以他说2015年年报 资产负债表日后实际上的涵盖期间 是从次日 资产负债表日的次日 到财务报告的批准报出日 跟提搭的日期都没有关系 这是首次批报 其实通常就一种情况 但是您不是4月17日 是批报日吗 您不是4月23日 是实际报出日吗 如果在这个期间 又发生了重大事件 我可能需要调整 财务报告相关项目 我需要在财务报告付诸中 进行披露的 那可能我把报告给改了 将来我调整说明后的报告 是不是需要再次 经领导批准报出 此时我的日期已经 再次批报日 就已经不是4月17日 而是2016年4月25日 2016年4月25日 那我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此时就是从1月1日 到4月25日 这一段期间 是我们所说的 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别错了 需要你再次批准的 是以再次批报日 作为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没了 就这么多内容 表提三 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的内容 慢点说 实际上我们把这日后事项 分为调整事项和 非调整事项 啥叫调整事项 是指对资产负债表日 已经存在的情况 提供了新的 或进一步证据的事项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跟上期有关的 大事 啥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编 2022年的报表 2022年 叫报告年度 我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是不是从2023年 月1日 到批准报出日 比如说3月31日 如果领导再次批准报出 改报表 以再次批准报出日 作为终点 没错吧 好 所谓的调整事项 一定是2022年 这件事就存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正好这件事 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有了结论 这就叫跟过去 有关的大事 我们把它称之为 调整事项 这件事的货根 是埋在报告年度 2022年 所以我一定要追溯 调整2022年的数据 我说清楚了吗 别错 那么到底哪些 叫跟上级有关的大事 一定是事情 有了相应的进展 最典型的 有这么四种情况 第一个 资产负债表日后 诉讼案件结案 法院判决 证实了 结贷资产负债表日 已经存在的现实义务 需要调整 原先已经确认的 与该诉讼案件 相关的预计负债 或者确认一项新的负债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现在要编的是 2022年的报表 2022年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报告年度 还有一个名词 2023年 我们称之为本年度 专业术女药会 所谓的日后事项的 涵盖期间 是从资产负债表日的次日 一直到财务报表 批准报出日 或者再次批准报出日 这一段时间 是我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前提条件 现在您不是在跟我说诉讼吗 举个例子 2022年 您作为假公司 已经让人给告了 如果满足现实义 我很可能金额能可靠几两三个条件 是不是2022年 我应该做分路 对 比如说 我要赔偿人家一百万 我可能就会做 借营业外支出一百 但预计负债一百 往下数 如果我再问你 预计负债 是不是此时 它的账面价值等于一百 那你能告诉我 它的计资基础等于什么吗 账面价值减未来抵扣的金额 这种赔偿支出 在未来实际支付的时 是不是允许税钱扣除 对 那我未来抵扣金额是一百 计税基础是零 对于负债来说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它形成的是可抵扣 在实行差 第十九章已经讲完了 我要确认 地盐所得税资产 比如说一百 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带所得税费 这是你 2022年 报告年度做的分路 往下说 咱们那么巧 就是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法院判决了 如果你判决的结果的日期 不是画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根本就不是日后实相 你要搞清楚 我只研究这个画阴影的 特定区间段 比如说法院判决 他要求我赔偿 比如说要求我赔偿一百五十万 法院没判决的时候 我想预计负债 法院现在判决了 我会问你假公司 你服气了吗 服气了 那还能叫预计负债吗 不能 叫什么 叫其他应付款 是不是首先我要把这个 预计负债这一百万 给他改名叫其他应付款 但是我真正的其他应付款是一百五 对不对 对 此时我要补一个五十的差额 本来该补什么 少确认了营业外支出 对不起 这是日后事项的调整事项 要用所有的随意类科目 都用以前年度随意调整代替 这补个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代替营业外支出 预计负债改名了 没了 是不是这笔分路也应该没了 对 那这时可能就会带 避延所得税资产 二十五 借方能直接写所得税费用 不能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代替所得税费用二十五 结束了吗 没有 我是真的网出赔钱了 法院判决一百五 这一百五对于我假公司来说是一种随失 税法允许扣出 允许扣出 如果判决的时候 又在汇算清调之前 我是不是就可以调整当期所得税 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一百五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代方 能写所得税费用 不能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代替所得税费用 这就是调整事项 最后你把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转到利润分配 调盈余攻击 没了 我要给您表达的意思 是因为您在报告年度让人给告了 在画阴影的时间段判决了 您才能这样做分路 否则您是不能这样做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 资产负债表日后取得确凿证据 表明偶像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的减值 比如说您在2020年您觉得情况不妙 可能有坏账准备形成 你就做了借性 简直随时贷款准备 后来在画阴影的时间段果不其然 债务人破产了 您可能需要补题换上准备 这不就叫跟过去有关的大事吗 或者需要调整 该项资产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 你原来没确认 补一个 原来确认了调查 这是第二个 一定是在报告年度觉得情况不必要 在画阴影的时间段得到了证实 这才能叫调整实相 如果2022年一切风平浪静 只是因为一场火灾 导致债务人还不了债 那个不是调整实相 调整实相 一定要跟过去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才能叫调整实相 所谓的调整实相 就是我刚才给您演示的 我要做分录 我要调2022年的报表 就这意思 第三 资产负代表日后进一步确定了 资产负代表日前购入的资产的成本 或售出资产的收入 比如说举个例子 先说日前购入资产的成本是啥意思 假如说 我明确的跟您说 我当时的固定资产 我金额不确定 没有竣工决算 我以暂估价值入账在2022年 暂估价值入账提者就是提 等将来到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我已经竣工决算了 这算不算调整实相 算 我只调原值 但是不能调折旧 是能说的吧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调整实相 一定是2022年 你已经暂估入账而 有固定资产 提了折旧了 只是画阴影的时间段 有了竣工决算 真真正正的准确数据 我才调原值 而后半句 售出资产的收入是啥意思 一定是我2022年 我真的销售了 我只是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怎么了 被退回了 这才能叫跟过去有关的大事 才能叫调整实相 多说一句话 有时的为了迷惑你 他说我2022年 我跟对方签了销售合同 我是2023年1月2日销售的 我是2023年3月1日退回的 销售跟退回 是不是都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对 这算不算调整实相 不算 2022年你只签了合同 如果你2022年 确认收入接转成本 画阴影的时间段退回了 才能叫调整实相 如果你只是签了合同 你的销售和退回 都发生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这不是调整实相 重大的叫非调整实相 一定是2022年有因 画阴影的时间段 形成了果 而且因果有联系 才能叫调整实相 第四个 资产副代表日后 发现了财务报表 股币和差错 听好了 您发现差错的时间 只能是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可能画阴影的时间段 发现2022年的差错 甚至发现2021年的差错 甚至以前的都没关系 这叫调整实相 但是如果您不是在这画阴影的时间段 发现的 比如说 你是在五月一号发现的 这算不算前期查错 算 这算不算日后事项的调整实相 不算 所以有时候 我们日后事项的调整实相 跟前期查错有重叠的 比如说 我就是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发现了去年报表有错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前期查错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日后事项的调整实相 没错 没区别 但如果你不在我画阴影的时间段 你是在这以外发现的 我只能叫你前期查错 有人说我用不用区分 你区分它干什么 日后事项的调整实相 跟前期重大差错 资产负债表对应的会计科目 都是正常写 利润表对应的随意类科目 都是要先通过以前年度随意调整过渡 转到利润分配位分配利润 我管你是什么错误 这个我想我就说清楚 一定是2022 二年有因 画阴影的时间段形成了果 因果有联系 才能叫调整实相 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别错了 追处调当 追处调表 而非调整实相是怎么回事呢 是表明资产 不代表日后发生的情况的事项 它是跟上期无关的大事 完全是画阴影的时间段 新发生的大事 才能叫非调整实相 非调整实相 追处调整2022年的报表 不调 冤有头债有主 你完全是2023年发现的 但是因为这件事很重大 我想及时的让报表使用者知道 我就会把明明是2023年发生的重大事项 我在你2022年 你没听错 明明是2023年新发生的重大事项 我在你2022年的报告年度的报表付诸中 浓墨重彩的 说一笔 所以非调整实相是在报告年度 2022年的付诸中 进行披露 而调整实相 我追溯调整的就是2022年的报表 一个是追溯调账 追溯调表 一个是既不追溯调账 也不追溯调表 只是在报告年度的辅助中说一下 因为它是什么事 大事 一定是新发生的 比如说第一个 资产副代表日后发生的重大诉讼 仲裁承诺 有人说 这个诉讼不应该属于调整实相 明听好了 如果2022年 是报告年度 这是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如果你在2022年就让人家告了 只不过特定时间段判决了 这叫调整实相 往下说 如果你就是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让人给告了 画阴影的时间段判决了 这跟2022年有关系吗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叫非调整实相 是看您什么时候让人给告了 这个是很大的区别 这样子 资产不代表日后资产的价格税收政策 外汇汇率发生重大变化 这完全是新发生的 还有资产不代表日后因子然灾害 导致资产发生重大损失 比如说发生火灾了 你2022年就知道2023年 画阴影的时间段发生火灾 不可能 这是完全新发生的大事 还有资产不代表日后发行股票债券 及其他巨额举债 我再说一遍 哪怕你2022年已经做出董事会决议 股东会决议 但是你一天没发股票 一天不能算真正的事 举个例子 我是在2022年 我做出董事会决议 然后我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真正的发行股票了 有人说这算不算跟过去有关的大事 不算 它算新发生的大事 是非调整实相 跟前面哪个相似 你2022年只是签了销售合同 你的销售 你的退回 都在画阴影的时间段完成的 那叫非调整实相 哪怕你做出决议 哪怕你做出计划 不对 哪天成事实 哪天我承认你 就这意思 第五个资产不代表日后 资本公期转增资本 哪天真的转增办手续了 哪天我承认你 在这之前你做了计划 做了悬议 都不算 第六 资产不代表日后发生巨额亏损 这是完全新发生的大事 第七 资产不代表日后发生的 企业合并和处置子公司 完全新发生的大事 哪怕你2022年 已经跟人卡他了 但是没有成事实 2023年画阴影的时间段 成事实了 他照样是非调整实相 最爱考的是第八 资产不代表日后 企业利润分配方案中 你已分配 董事会是预批准方案 他在念你分配 而股东会是审议批准 宣告发放的现金鼓励和利润 比如说 我2022年实现了净利润 我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宣告分红 那他到底算不算 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不算 总说算呀 你这不是2022年 实现了净利润 你在特定的时间段分红吗 不算 为什么 很简单 我虽然现在分的是 你2022年净利润产生的红利 但是在2022年 我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现实义务 哪天宣告分红 哪天才形成现实义务 所以我把你断定属于 2023年新发生的大事 是非调整实相 这个内容特别特别 你也靠 您老人家一定要您重视 好 那将来调整实相 和非调整实相的区别是什么 如果您在资产负债表日 甚至在资产负债表日 以前已经存在的是 后来有了进展了 而您的结果 恰恰是出现在画阴影的 时间段范围内 我们把它判定属于调整实相 如果你跟上期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完全是在画阴影的时间段 发生的 属于非调整实相 调整实相 既追索调整 做分路 也追索调表 我要调2022年报告年度的报表 而非调整实相 我既不追索调整 也不追索调表 我只是在2022年 明明这件事是2023年发生的 我在2022年的报表复诸中 浓墨重彩的给你披露一笔 没了 调整吗 不调 调表吗 不调 这就叫非调整实相 看完了 我们看两道题 他说假公司因专利侵权被起诉 2016年12月31日 法院尚未判决 也就是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 你居然给告了 这就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如果你的判决 还能在划阴影的时间段 有结果 这就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是调整实相 往下看 参考公司律师对此案件诉讼 结果可能性的评估和判断 假公司为此确定了500万的预计负债 在2016年 我借赢亿外支出500 带预计负债500 其实我还做了一个借点 所得是资产500的25% 带所得是费500的25% 2017年2月20日 在这个日期 也就是在假公司2016年度 财务报告对外爆出之前 人家告诉你爆出之前 法院判决的结果落在 划阴影的时间段范围内 法院做出判决 要求假公司支付赔偿700 是不是原来你做了500的预计负债 赔偿700 先把预计负债500 改名叫其他应付款 再补一个200的盈利外支出 错 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代替盈利外支出 再把曾经券的 替严所得是资产 反向转回 再充填一个应交水费 我管你是什么 这些不重要 这要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我们应该属于调整 实相 别错了 再看一道题 假公司2016年10月 将乙公司出售原材料2000万 根据销售合同 乙公司应该收到原材料后 三个月内付款 这2016年12月31日 乙公司尚未付款 他说到2017年的3月15日 假公司的财务报告批准 对外报出 这是批报日 1月1日到3月15日 是我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他给了两种情况 第一种 2016年12月31日 假公司根据掌握的资料判断 乙公司有可能破产清算 2016年就存在状况 果不其然 后来破产了 这肯定要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他告诉你 估计该应收账款 有20%无法收回 故按20%的比例 计批画像准备 你2016年提了20% 然后2017年1月2日 是不是在3月15日之前 是不是在画阴影的 时间段范围内 对 假公司收到通知 乙公司已被宣告破产清算 假公司估计有70%的 债券无法收回 70%的债券无法收回 你是不是要计批 70%的 画像准备 你已经提了20% 这再给我补一个 50%的坏项准备 2016年我就知道情况不妙 画阴影的时间 果不其然 对方破产了 这叫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这叫调整事项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 如果2016年3月31日 一切风铃浪尽 乙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假公司预计 英州账款可以按时收回 本来2016年 一切状况良好 2017年 画阴影的时间段范围内 1月20日 乙公司发生重大火灾 猝不及防 这叫新发生的大事 是什么 是非调整事项 导致假公司 50%的营收账款 无法收回 所以您老人家要记住 无法收回的营收账款 如果2016年 就有苗筒 那叫调整事项 2016年 风平浪静 完全是新发生的大事 叫非调整事项 不能一概而论 听明白了吗 就跟我们销售退回 你不能一股脑子 说销售退回 全是调整事项 也不能说销售退回 全是非调整事项 别错 来了 我们每年必考的一道题目 就是让你区分 调整事项和 非调整事项 我们看2022年的一档多选题 他说上述各交易事项 均具有重要性 你找的不就是大事吗 不考虑相关税费 及其他因素影响 假公司在2020年 它肯定是我们传说中的 报告年度财务报表中 应当作为资产 负债表日后 非调整事项 所谓的非调整事项 那不就一定是 新发生的大事吗 我们读题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其2020年 这是我们传说中的报告年度 财务报告 于2021年的4月30日批准爆出 那就是2021年的1月1日 到4月30日 是我研究的期间 2021年1月1日到4月30日 它已经限定了所有的事 都在换营营的时间段 你还用过脑子吗 不用 假公司发生有关交易事项如下 1月8日 乙公司所在地发生山崩 导致其经营所在地被埋 假公司预计无法收回 已于2020年度确认的 已公司款项 你在2020年就发现 苗头可能收不回来钱 完全是新发生的大事 这叫非调整事项 所以预计无法收回应收 已公司的款项是 非调整事项 这是第一个 第二 3月30日还在换营营的 时间段范围内 国家对增值税税率 做出调整 且销售商品的增值税税率 由原来的10% 调整为13% 这是完全新发生的大事 是非调整事项 那有人抬杠 说老师如果我在报告年度 就知道风声 明年就变了 那也属于非调整事项 以实际发生为准 听明白了吗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4月2日 假公司通过发行 自身权益工具收购 秉公司80%的股权 并能够对其控制 发行自身权益工具收购 秉公司 它一定是新发生的大事 是非调整事项 哪怕你2020年 已经在做决议了 或者是已经做出计划了 对不起 哪天实际发生 哪天为准 他问你应当作为资产 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现在选项ABC 貌似都对对吧 再看第四个 4月2日 还是在换阴影的时间段 范围内 经法院忠诊判决 假公司需要赔偿 丁公司经济损失500万 假公司在编制2020年 给个词 报告年度财务报告时 以对该项诉讼事项 提提了350万的预计负债 去年我让人告了 换阴影的时间段 判决了 这叫什么 调整事项 所以选项地 法院终审判决 实际赔偿 丁公司的金额 大于原预计金额 这是调整事项 那属于非调整事项的 正确答案图就是ABC 再看2020年的一档多选P 向来各项资产负债表日 至财务报告批准 报出日之间发生的事项 不应作为调整事项 调整资产负债表日 所处年度 那不就是报告年度吗 财务报告相关项目的有 不应作为调整事项 那不就是非调整事项吗 而非调整事项 不就是新发生的大事 发生报告年度销售退回 报告年度销售了 把阴影的时间段退回了 这是调整事项 这肯定不对 发生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新发生的大事 对 你出售固定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期间 满足划分为资产 代表类别的划分条件 这肯定是非调整事项 第四 发现报告年度财务报告 存在重大查处 这叫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这是调整事项 人家现在问你 非调整事项的 貌似只有选项 B C是符合提议的 没了 再看一道题 2019年的多选题 他说假公司 2058年 马上反映出来 是我们所说的 报告什么年度 财务报表 于2059年的3月20日 经董说委批准报出 那就是2059年的 1月1日到3月20日 不就是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吗 其在2058年度 资产负代表日后事项期间 发生了下列交易事项 属于调整事项的 一定是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在划阴影的时间段 有了结果 选项A 董说委通过 2058年利润分配 预案 你美食股派发 一元的现金鼓励 分红是非调整事项 第二 因2058年6月收购的子公司 当年度的实际利润 未达到承诺金额 确定应项 交易对方收回部分 以支付的对价 2058年的事 2059年划阴影的时间段 我要收回一部分对价 这项调整事项 跟上期有关的大事 选项C 所值联营且 经审计的净利润 预假公司权益法 核算时 用于计算投资收益 联营且未经审计净利润的金额 存在差异 这肯定是要调的 属于调整事项 选项D 2058年12月 已确认销售 一批商品因质量问题 被买方退回 报告年度销售 换应的时间段退回 这是调整事项 受机关开局的 红字专用发票已经收取 那他问你属于调整事项的 显然是B C D 这三个选项 到这为止 就意味着我们第一节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完了 您唯一的任务 是要会区分调整事项 和非调整事项 别错了 就可以了 那这一讲 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